日本最近的小动作真是接连不断,除前日在教科书问题上犯低级错误外,如今又有大尺度行动。 据日本内阁18日透露,日海上保安厅将强化周边海域外籍渔船非法捕鱼取缔能力,在钓鱼岛周边海域建设射击训练场。 除此之外,日本还计划在小丽园珠岛东京都周边海域加派巡逻船,配合计划建造的海宝专用射击训练场,提升周边海域的整体自卫能力,同时也能提高身居一线的海上保安官的作战技能水平。 据悉,今年以来,安倍在海洋安全强化方面,吉里岛基地建设领域都十分重视,就日本专属经济区EAZ的近三分之一海产贸易皆来自于小丽园珠岛,顾原配的一艘监视执法船完全不够用。 对此,日本保安厅还列出具体原因与数据,就2014年至2015年一年,小丽园珠岛周边海域曾一天出现过多达200艘以上的外籍渔船,进行非法的珊瑚捕捞作业。 而仅有的一艘执法船,不得不向其他部门寻求支援,如果就保安厅所言去看,建设训练场一事,似乎是不得已而为之。 但从整个战略形势来分析,日本所打的珊瑚被倒台,不过是一个十分牵强的理由,背后的军事意图,一如司马昭之心,路人皆知罢了。 纵观历史,自二战日本本土多地位,美国征用作军事基地后,日本自卫队的做派就基本没变过,借由保护渔民经济利益和自卫能力为由发展军,请联合战力。 这次的训练场就是又一个典型案例,大概是受制于美国的压力,日本此次将自卫队的职责,强加到保安厅身上,表面上是为了给保安官提供手枪设计训练场,实际上则是借机声诞,故弄玄虚,据日海宝所述,该训练场将于2019年秋建成。 另一方面,无论是在大型准航母,还是在小型驱逐舰,甚至是保安船方面,日本的海上力量都在不断壮大,一面安倍高调地公布,向美购买军备,一面海自卫和保安品为其背锅。 但显眼的问题是,保护渔民利益,需要航母和五代战机吗? 最后总结一句,无论日本以和理由,中国都绝不能答应这种做法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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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